我們在這個直播結束的同時呢 我想要有一句話先對莊長說一下 去你的莊長 好啦沒有沒有沒有 大家不要想太多喔 去你的 這非常多的含意 第一個當然是飽和飽和了那個 有點不爽他的恨意啦 對不對 但是他是我朋友啦 啊這個 他絕對是可以 他絕對是可以承受住我的我的話語 這個 好啦另外一層的面就是 當然就是去你去美好世界 去你的美好世界做好屬於 你該做的事情吧 對吧 你在CF坑真的太久了 你也很辛苦啊 坦了太多傷了 所以 當然 以一個朋友的角度也當然是希望說 也當然是希望說他可以 嗯 去到那邊 哎 畢竟 以我對於遊戲界的認知啦 至少 你做 只做代理其實比較輕鬆 做代理其實比較輕鬆 因為也不用特別去想什麼原創活動 你也不用特別去想你要做什麼新的東西 就是 你只要很單純的把東西引進來 然後 就是把 該做好的做好 就是 比較不太需要再承擔所謂很多開發的責任 所以我相信 對他來說啦 去到那邊他應該也會 應該也會比較輕鬆 所以 當然也是 真心祝福他去他的美好世界 好好做好他該做的事情 所以 簡稱去你的裝賞 好去你的美好世界 該做 做好你該做的事情 哈哈哈哈 所以 就是 沒關係啦 那 因為畢竟 我跟他蠻熟的 就是其實我 呃 我在某一次直播中 反正就有一次直播 我也不講才是 反正他就是有一次直播呢 呃 回來台灣 就真的很特來 很回來 他就真的很突然回來台灣 就是我那天去直播 他就跟我說 哎 今天裝賞會 蛤 今天裝賞會來 我就這樣跟我們導播講 然後他就真的 那天攝影機就在那邊 然後他就站在攝影機後面這樣看著我 呵呵呵呵 對所以 所以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那大概兩三年前 因為打關卡直播其實還蠻久的 所以就是兩三年前以前 就我剛開始 剛開始做的時候 就就遇到他 然後就跟他聊蠻多的 然後 聊一聊聊一聊就發現 其實我跟他 呃 呃 他台灣的家其實也住在我家附近 然後我當然我也不能直接講哪邊 呃 我也不能直接講哪邊 反正就是 其實我們就發現 他他家其實 也在我們家附近 就是可能走個十分鐘 二十分鐘可以 遇到的那種 然後 也讀 讀通一個國中啦 對 我就不講有什麼學校 反正就是 對 我跟他就是 也是有一些些 不一樣的關係啦 然後就 然後又在一樣玩 FGO這種 超級坑人的遊戲啦 所以其實我們 也不單純只聊CF 然後就也是會在聊一些 一些有的沒的東西啦 所以其實我跟他 算是真的蠻熟的 就是 也不已經 不不僅僅只是 呃 遊戲光 遊戲房跟 跟玩家方的關係的 但就是 所以我都會說 其實我跟 我跟裝上講話 其實真的是 好啦 我有時候真的 對他講話有點不太客氣啦 就是說 我那他最近要逼得說 ABSN有沒有什麼B的感言 呵呵呵 他不理我 呵呵呵 對我就直接說 ABSN有沒有什麼感言 然後他都不理我 呵呵 所以我就 所以 其實我都這樣子 跟他講話啦 所以我 我相信 他講的 我講這句話 他他懂啦 對不對